来请教您,第一个就是辽宁的刘先生他有提到这个,他不太理解台湾的这个是一个台风比较常侵袭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台湾的这个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除了这个台风当然是这个大自然的灾害有时候不可抗力之外呢,是不是其实台湾的这个民众也是比较轻忽这个大自然的灾害啊? 那么另外这个辽宁的王先生他也提到,他说简单一句话就是他对台湾未来的经济不抱信心,是不是几个问题请这个周俊元教授来答复? 谢谢周教授 是这样子,这个虽然这个台风每年几乎是定期性的这个侵袭,但是过去这个对于这个生态的这个保护,这个可能做的比较这个还没有受到这个公共影响 那么其实我得到的消息是说,很多这个因为这个SARS的采取啊,或者是其他这个烂坑,这个烂滑这个森林的维护水土的保持,没有跟经济成长同时的并进 那么过去这个过去台风每年都有,但是造成的灾害不至于像这么大,那么这是西澳这个重新这个检讨的地方,这个我们也谢谢这个辽宁的这个刘先生 那至于说,这个另外一位这个先生,他说这个台湾这个经济非常的悲观 我想这个一般的这个经济学家的看法是说,目前的这个这个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大概会很快的这个过去 那么当然这个在这个复苏的过程当中遭遇到这个水灾,那么当然这是很不幸 但是不至于说,因为这次水灾的打击,台湾经济就垮下去 那么事实上这个,这位先生说台湾没有基础工业,那么这个我想这个请这个注意一下 在这个最近这一二十年来台湾对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发展,投入很多的这个心力 用这个研发,研究跟发展的经费,占这个GDP的比重 台湾已经达到这个2.5%,一定的2.5%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美国专利局的这个给世界过国的这个专利 那么台湾占了第四位,如果是用专利,台湾拿到的专利处于人口的话 台湾占世界第二位,那么当然台湾要继续的努力 把他们得到了这个专利,能够转移到这个生产技术上面去 这是应该努力的地方,那么这个我认为说救灾跟这个政治的咒秀应该分开 这个救灾是以人道为先,要抢快时间 不要说是这个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政治的这个什么考虑 那么想办法要争取这个媒体的这个支持,这个是不太好的 我个人认为说是这个,台湾有些人说这个你要来帮助,那就来帮助 这个我们得到的消息,在美国在十一号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驻美国代表这个颜大使,颜健身大使 他就表示说有需要我们就提供援助 那么因为这个经济要进入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领空 那么当然是要征求人家的同意 那么我也觉得是这个,这就好像大家把箭头 这个骂到这个外交部去,发了那个电报出来 那事实上我的了解,夏立言先生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外交官 他在纽约待了很久,在纽约这个表现,这个有目共睹 那倒不是我跟他有什么私人的关系 而是说这个不是一个人的这个事情 我想是整个正月的体系,整个这个这个运作 是需要检讨的地方 那么我不想是攻击这个个人,谢谢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我们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最后的电话 想请台北的谢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台北的谢先生你好 喂 你好,请这样 喂 喂,请说 好,谢谢 那高雄台风之后就缺水一个礼拜嘛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避免,还是必然发生的现象 另外那个消防署长要昏倒 他说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然后这可不可以就在中心变成是一个上班制 然后另外那个发布路上警报的时候 就是如果说有婚礼的话 就是不要参加,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另外宜蘭花园地方那地方空气还不错 如果大陆路客想要来的话 应该还可以一游的 那消防署应该可以再扩边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谢先生 不过您说这个路上台风警报婚礼不要参加的话 可能以后台湾七八九月都没有人结婚了 好,来下面我想请新疆的侯先生也发表您的看法 新疆的侯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个马云九,我在看了这个报纸上讲的 这个在台湾被评为这个十大这个政坛美男之一 我想这个马云九既然这个这么多这个女性的心中偶像 我认为他这次台风造成这个台湾死这么多人损失这么大 我认为是台湾那个民主的一个失误 也是马云九的一个政治上的污点 我认为这个台湾这次遭灾 我认为对中国的这个政治改革 还有中国这个这个这个右派 都是一个打击 我觉得这么多 好的,谢谢新疆的侯先生 还有一位是福建的庄先生 福建的庄先生,您好 喂,您好,请说 88台湾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 也跟两岸的人民都要分享一下 两岸的交流 从陈水扁开始 小三通已经是错误了 那个马云九又大三通又更是错误 他们要分享一下 这个这些政客按枪操作 跟那些经商得了一点小利益 牺牲的是大陆13亿人民的地益 和2300万台湾人民多数的地益 好的,谢谢福建的庄先生 那么节目是要最后两分钟了 我想请两位来宾 大约各一分钟来做个简单的总结 想先请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 好,我想这个 的确,这个在救灾的时候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停止口水 能够从这个灾民的角度去出发 但是也不可会言的 台湾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政治发展非常热烈的一个环境 媒体非常发达 所以很多官员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事实上都会被拿来作为标题 都会拿来作为炒作 甚至连88父亲节 晚上陪父亲去吃饭 都被列为是在灾情当中 都被认为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不然不认为说 救灾跟政治要联系在一起 但是恐怕在台湾这个社会 是比较难避免的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 还是以救灾为主 好的,谢叶范世平,范教授 周教授,最后的一分钟 好,我很简单的做一个总结 每个政府都面临着 曾经天灾或者是人或 或者是政治外交的危机 那么我记得甘乃地 甘乃地总统 他在任内的时候 碰到古巴登附失败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成功 有这么多的爸爸 要承认他是他的儿子 失败是一个没有 任养的一个孤儿 所以我觉得说政府没有关系 做事,你承认 他这句话讲出来以后 大家就说 好,那政府已经承认错误了 那么这个痛定失痛 去改过 那么就是不要去推工尾过 那么这个完全执政 完全负责 我想这个事情 这个政府这样的话 就可以平息这个风波 那赶快进入这个灾祸的重建 跟这个安顿这些灾民 谢谢 很快的最后问一下 就是如果层次来看 台湾的经济发展的话 这次水灾对于台湾经济影响 究竟受创严重的程度有多少 我觉得长期来讲 长期来讲 应该是不是一个负面的 而且应该是说 从这里看到这个水毒的保持 跟这个生态的保护 那么作为一个长期的这个规划 能够追随这个永续的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就是永续的发展 非常重要 好的,谢谢周聚元周教授 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美国纽约 市立大学经济学的教授 周聚元周博士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的 范世萍范教授 当然了 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是 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一